技巧精 希希 我要收拾你自己的背包 把你要用的東西放進去 怎麼了? 不懂得收拾嗎? 你不是第一次交油的 什麼都忘記了? 媽媽再提你一次 你要專心聽我說 第一 有一條小毛巾 一個水瓶 少許餅乾 和你喜歡玩的玩具 欣欣 你都好像哥哥那樣 自己收拾吧 一條小毛巾 一個水瓶 不過水瓶裡面 已經有你喜歡的雪梨茶 哥哥妹妹 你收拾好自己的背包 好聰明啊 讓媽媽看看 希希 你呢? 只放了玩具 那欣欣呢? 你什麼都還沒放 哎呀 幹什麼呀你們兩個 你就只放一樣東西 你什麼都不放 那至少說你們兩個 都沒有留心聽我說話 什麼都不知道 不要緊 媽媽說一樣 你就放一樣好嗎? 好 好了 那欣欣我們先放一個水瓶 水瓶在哪裡啊? 好 讓它拿 嗯 很好啊 那我再放一點毛巾 那毛巾在哪裡啊? 嗯 放下去啊 好聰明啊 你全部都做到了 好聰明啊 欣欣 欣欣收拾好背包了 好了 到希希了 幫我拿一條毛巾來吧 是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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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希 幫我拿餅乾和水瓶吧 你說一次 餅乾水瓶 好聰明啊 拿吧 好聰明啊 希希 你做到了啊 希希 希希 為什麼 你們叫她做什麼 她們就做什麼 還好像很專注那樣 其實呢 你只要按著她們的程度 給指示她們 那她們才會聽得明白 和記得清楚 那她們才可以做得到 因為我剛才有留意到 媽媽你剛才一口氣 說了幾件事給她們聽 對希希來說 是真的多一點 所以她呢 就聽著聽著 把前頭的東西全部忘記了 只是記得她最後要收拾玩具 和她喜歡的東西 怪不得她只收拾玩具 是啊 欣欣年紀還小啊 所以每一次呢 我只叫她放一樣東西下去 慢慢呢 就培養到她 自己管理自己的背樓 那快點收拾 就早點出門口 那就多點時間玩啦 那同時呢 也都可以加強她們做事的動機啦 是啊 如果你說指令是重複和複雜的 我們可以叫她們去講多事給我們聽 重複一次 而確保我們真的知道她是清楚 和明白和記得住的 這樣她們才可以專心去做一件事 原來給指令都要技巧的 是啊 如果想小朋友聽大人的指令 就算做到一件事 我們都應該讚賞她們的努力 或者可以從她們興趣入手 配合適當的技巧 這樣的話 她們就可以配合大人聽從指令了 嗯 這樣看來呢 她們好像很專心地做事 做得到 她們都很開心的 好了 收拾好東西了嗎 出發 好 睡吧 晚安 晚安